整款玩具的拼装部分呢是整个完成了 由于呢他身上的腿部还有他的胸腔里面呢 都是用到了很多的合金零件 所以说整个玩具拿在手上的感觉呢是比较的扎实 但是紧续度画面呢其实是比较一般的 那得益于他比较好的漆面呢 整个玩具给你的感觉呢 就是说你肉眼看上去啊 就感觉他金属感特别的强 而且呢他加上中原之后呢 可能感觉质感还是挺不错的 运摩道的钢铁侠系列呢 经过了很多代的探索之后呢 终于呢是完完全全的不需要把这些零件拆开 就可以开灯了 他是用到了两个的这种磁吸灯 整个开灯之后的效果呢 真的还是很棒的 可以说到他就主要还是这个漆面吧 比较漂亮 我们来看一下可动性 是双段的这种球形关节 那不算特别的紧实 肩膀的移动范围呢还不错 他360度呢都是可以旋转的 然后移动他的上面的这护甲之后呢 他手臂呢这里还可以解锁 稍微会有点紧 然后左右旋转没问题 手臂曲肘呢是超过90度 腰部呢由于是多段的关节啊 所以说他各种的造型呢都没什么压力 然后他裙甲的部分呢 前面呢这里是可以敲开的 敲开之后呢加上腿部可以下拉呀 所以说导致他的这个移动呢 是非常的灵活的 然后腿部呢也是超过90度的移动范围 脚底的这一块呢左右接地也是有的 最后呢就是马克尔的身上呢 其实有很多可以展开的结构 玩具呢其实也是也给做出来了的 首先呢是肩膀旁边的两片挡板呢 是可以这样拉出的 然后背后的几个扫流板呢也是可以掀开的 这里打开之后呢可以看到内部的细节 但是这里的连接确实是有点太松了 支撑不住 然后包括这一片呢也是可以打开的 打开之后呢我们看到他的小腿的部分呢 这一片呢也还是可以打开 然后它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连接 然后它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连接 里面呢可以看到它的服器配件的设置 然后我们把看到它的手臂小臂的部分呢 把这一块零件取下之后呢 然后再把这两块呢给它安装上去 就形成了它内置导弹 弹射的这种效果 再来看到腿部的旁边的这一块零件呢 其实也是可以取下的 取下之后呢 我们更换一下这个另外一个稍微宽一点的 这里这里呢我们左右对比一下 这边呢就宽一下 它就会自从全展开的状态 刚刚漏掉了肩膀这里翻出之后呢 它这里也是有额外的导弹零件的 然后把导弹零件呢 通过它这边的插孔呢给它插上去之后呢 它就可以有一个肩炮发射的这种形态 大概就是这样 整体来看呢 预模到这次的钢铁侠马克2呢 它整个的最大亮点呢 就是身上呢带有合金的内构零件 然后呢整个涂装呢非常的漂亮 造型上个人认为呢 行准也是做得很好的 然后呢它的发光效果呢 也是可以通过磁吸直接触发 是比较方便的 摆在柜子里呢 确实一个很好看的玩具 但是整个身上零件的摩擦阻力感呢 还是有一些小小的问题 可能是由于玩具零件体积过大了吧 毕竟呢这款玩具的售价呢 也才300多块钱呢 大家也不要说 用ht的要求去要求它 我觉得造型用料还有它的重量感 包括把玩的舒适度上 只要它能满足的话呢 其实也是一款对得起价格的玩具 这款玩具我整体给它的评价呢 还是挺不错的 好了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